欢迎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今天的这期视频算是五代的一个先导视频 等到UP主的粉丝超过10万 我就立刻开始着手更新五代的派系介绍 如果说三代是英雄无敌最经典的一代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五代就是整个英雄无敌系列的巅峰 可以说在经历了四代的短暂低谷之后 五代总算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当年五代问世之后 他最令人惊奇的就是他的画风 除此之外 他的BGM城镇音效也是被人们所津津乐道 看UP主视频的朋友 其中有很多也没有接触过五代 当初的英雄无敌四代由于步子卖的太大 所以说那反响也是一般 五代也是很好地吸取了前人的教训 他和三代还是比较像的 UP主对五代的感情也是比较复杂 UP主玩五代玩的也不多 对游戏的理解也是不如三代 以后如果开坑五代的话 五代的内容一周也就做一到两期 重头戏还在三代那里 五代的优点有很多 他的缺点也是同样明显 简单概括就是 他在不该出问题的地方出现了致命问题 首先就是最大的诟病 他过回合非常的慢 然后就是他在本应该需要简化的地方弄得非常复杂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饱受诟病的兵种施法伤害公式 极其繁琐的上手难度 外加超高的过回合等待时间 因此虽然说五代是巅峰 但是他的受欢迎程度还是不如三代的 但是你不可否认五代是毫无疑问的神作 在接下来的六代七代很难达到现在的辉煌 在正式开始之前 咱们先听一段BGM 这时候BGM一响 会不会勾起大家沉风已久的回忆呢 咱们先听一段BGM 咱们先听一段BGM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说五代的每一个城镇BGM都是神作 但是我最喜欢听的还是圣唐 并且五代的3D城镇也是非常的优美 只可惜后续作品由于经费原因并没有继承 从小到大游戏里面的BGM能够直击我的灵魂的 尤其只有两个 第一首就是圣唐的BGM 第二首是博德之门里面拉菲尔的最终决战 五代是预避外包给毛熊的一个公司来制作的 你可以笑话毛熊用脚写代码游戏优化极差 但是你不可否认人家的艺术水平是真的高 别的不说 你看一下五代的兵种造型 对标一下四代的话确实是小有优势 并且在五代东方部落资料片问世之后 每个兵种都有两种升级方式 并且五代的大部分兵种在三代里面都可以找到原型 不像六代基本就是重做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各个城池的兵种 圣唐也就是三代的城堡 枪兵退休了 然后农民重操就业成为了一级兵 圣唐的兵种升级之后第一种颜色偏白 实际用起来的话也是偏向防御 第二种升级则是以红色为色调 与白色相比他们更加的激进 伤害也是更高 除此之外 他们的二级兵到七级兵基本都是原汁原味的三代成员 唯一的区别是四旧变成了四级兵 然后呢你可以说浩南哥退休了 也可以说三级的步兵就是浩南哥 只不过他们连砍两刀的能力只有红盾才有 之前在玩圣唐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红色的维护者 三代的四旧虽然是个三级兵 但是他们的前置条件却需要四级兵的巢穴 到了五代他们就是名副骑士的四级兵了 他们的战斗力也是担当的起 然后僧侣也是一脉相承 五代的这个也是丝毫没有亮点 他们最大的作用恐怕也就是训练成骑士了 不仅是战斗力价格方面 这些僧侣也是一脉相承 六级兵是骑士 七级兵是天使原汁原味 并且到了五代 天使终于从之前的腿毛变成了真正的女神 从此之后在六代七代 你也再也见不到男性腿毛了 有朋友肯定会好奇 为什么我最近就突然心血来潮想做五代了呢 其实我本来就想做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无形的成为了这个东西的退化剂 因为前阵子我莫名其妙的 被某个五代大神给打成了云玩家 根据之前我对他的粗浅了解 这比较符合他的人设 言语之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还有来自强者的蔑视 我就感到纳闷啊 我之前做的三代 你做五代 咱井水不犯河水 你在这里找什么茶呢 做三代尚且如此 以后如果开坑五代的话 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但是转念一想 不是这么回事 你既然说我是云玩家 我非得做给你看 我承认你在游戏方面确实是个大神 但是这并不是你随便可以把人叫成云玩家的理由 为什么被叫成云玩家呢 原因也是非常的搞笑呀 因为我那个袁塑城视频里面 把小贱人和露娜都称为了大魔王 然后大体意思就是 能把露娜和小贱人放在一起 我看都不看 我就知道你是个云玩家 既然你假定我是个云玩家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假定你是个Vanafei呢 说到这个Vanafei 在五代里面地狱的境遇和三代还是不大一样 三代属于基本所有人都默认 它就是一个罪菜的种族 五代还是稍微强一点的 最起码有一些人认为地狱也是有自己的出彩之处 但是两者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两代的地狱城都得需要炮解来开荒 兵种构成方面火怪彻底退休 换上了一个四代的梦魇兽 一级还是小怪物 三级还是地狱猎犬 二级变成了猪头 至于他们的四级兵也是一个远程兵 你把它想象成哥哥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咱们的邪神同志也是终于草鸡变凤凰变成了一个高贵的六级兵 他的招牌技能召唤猪头也被删掉了 只不过这项技能并没有就死而消失 大恶魔的技能变成了召唤深渊领主 其实玩五代作为一个新手完全不用那么麻烦 你看见哪个兵种帅你就升级哪个就完事了 然后七级还是老牌七级兵大恶魔 看着他挺壮 其实呢和三代一样也是个小脆皮 你以为三代是开始 实际上三代是结束 从三代以后历代的恶魔都没有了不受反击 并且在颜值方面 三代的大恶魔也是顶峰了 之后的恶魔远远没有那么帅 第一次玩墓园的时候 进来我见了一圈发现怎么没有黑棋呢 后来我才知道人家黑棋又成了一个野外兵种 除此之外墓园也是尽可能的保留了原汁原味 骷髅兵在升级之后可以获得远程攻击的能力 只不过这个远程攻击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 他是比不过骷髅勇士的 二级兵是强哥 他也依然瘸着腿 除此之外 他也依然走得很慢 生命值也是依然很高 并且在升级了瘟疫僵尸之后 之前的染病终于是百分之百的触发了 然后是他们的三级兵 你以为这些东西是三代的飘飘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 因为按照英文名的话 飘飘在五代是六级兵 五代的三级兵虽然战斗力不咋地 但是绝对够恶心 第一次在五代看见吸血鬼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是谁呀 他怎么长得这么帅呀 五代的吸血鬼 无论是颜值还有造型 和三代的相比 还是有点小差距 我的这个版本里面 这些兵种的翻译比较随便 大家当个乐子看就好了 目前在群里还是没有五代的资源 五代的书屋 你单看长相 就知道他非常可靠 战斗力也有所保证 五代的兵种比较重视魔法建设 基本上每个派系 都有自己的一到两个的司法兵种 这也是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巫妖的造型 六级兵是死灵 其实他就是三代的飘飘 六级兵里面 他把黑旗给顶掉了 我就先不说了 然后呢 我得着重地说一下 这个兵种看上去就像个会飞的兵种 其实他不会飞 然后就是牧原城的保留节目 他们的古龙战斗力依然不行 但是战斗力不行不要紧 人家产量是每周三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叫这些古龙是 咱们再来看一下壁垒城 首先是他们的一级兵开幕雷击 真的是太美了 五代和三代的美术水平 咱真的是不服不行 这里做个投票 大家一般是觉得花腰好看呢 还是灵腰好看呢 五代的第一部作品发售于2006年 它其实只比冰凤王座晚了不到三年 这样的画面在当时口味是非常炸裂了 并且五代的制作组也是自身的中古战锤爱好者 里面的很多兵种也是跟中古战锤买了版权的 他们的二级兵剑武者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的帅呀 一般升级的话我比较喜欢升级风武者 然后就是每代森林都不会缺席的弓箭手 壁垒不能失去大精灵 就像墓园不能失去强哥 颜值方面和三代的那位可谓是不相上下 可惜的是三代的飞马并没能继承到五代 取而代之的是二代就有的德鲁伊 他也是壁垒城的远程兼法师 然后在五代里面老树终于是咸鱼翻身 独角兽变成了五级兵 老树变成了六级兵 独角兽无论是本体还是两次升级 颜值都非常的高 而反观老树这边 他的造型则着实有点雷人 老树也是继承了三代的肉度和移动力 之后的老树也是在不断的进化 终于到了七代 变成了一个和绿龙齐名的七级兵 同样的从五代开始绿龙和黑龙的画风逐渐走向两个极端 可能是金龙绿龙长得太帅了 反正是这个五代这些绿龙的画风我欣赏不大了 为什么说颜值就是战斗力呢 咱们举个简单例子 虽然说五代的地牢也不算弱 就是哪怕这个地牢成弱的和三代的地狱一样 肯定还会有不少玩家喜欢用 原因大家懂得都懂 虽然玩起来不大舒服 但是呢我的眼睛舒服了就好 地牢也是中古战锤风最浓厚的派系 正是由于我之前玩过五代 所以说在我之后打战锤全战的时候 特别喜欢用暗精灵 他们的二级兵血腥少女攻击后可以返回 其实就是致敬了三代的阴森女巫 颜值方面那更是毫无疑问的重量级 就是这个衣服穿的还是有点多 还是有点进步的空间 然后本作的牛头怪堪称全系列最没有排面的一个 在五代他是一个三级兵 到了七代他是六级兵 外加不受反击加抢先攻击 当时我也是非常的纳闷 为什么地下城会有一个黑暗骑兵这种东西呢 原因很简单 人家战锤里面有买版权直接买过来了 在五代可谓是更进一步 颜值是更上了一个台阶 和牛头怪共同成为难兄难弟的是他们的五级兵九头怪 人家三代四代都是顶级兵 到了五代沦为了一个五级兵 基本上三代有的特点他也都有 走得很慢很肉 而且攻击一圈的敌人不受反击 然后是地牢的六级兵暗影巫女 怎么说呢 虽然说颜值上还是血腥修女更胜一筹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暗影女组长 这个兵种呢 就属于我明明知道暗影祖母战斗力更强一点 但是我还是往往升级暗影女组长 没别的意思 主要是他的这个音效比较好听 玩地牢真的就是两个字舒坦 七级兵是影龙 颜值比那个绿龙要好看不少 升了级之后是魔法免疫的黑龙 然后还有一种升级是红龙 地牢也是我第二喜欢的派系 五代里面塔楼被叫做学院 他们的主要地形也从雪地搬到了沙漠 这个看上去就会让人想到 星球大战的兵种是小精怪 它就是三代的丢丢 这个兵种它不仅可以远程攻击 还可以维修有方的机械 五代的学院可谓原汁原味 除了六级兵直接换了个造型之外 别的都是和三代几乎一样 二级兵还是石像鬼 人们叫他绿豆糕黑豆糕和黄豆糕 每代的石像鬼都会飞 五代的也不会落下 三级兵还是诗人 不过他们的造型比三代要拉风的多 尤其是最后的这个侧魔像 真的是非常的帅 不仅帅人家的战斗力也不是吹的 四级兵是五代 你在野外最不想碰见的兵种 它就是法师 由于五代那个奇葩的兵种 司法公式 这就导致法师数量少的话 它的输出非常的爆炸 除了司法之外 也是继承了三代 他们的战斗能力也非常的强 五代的灯神 是最符合我印象当中的一代 抛开颜值不谈 这个造型绝对是有考究的 可能有不少没有玩过五代的朋友 在等蛇妖 我直接告诉你 不要等了 没了 从五代开始 蛇妖就被换成了罗刹 不过只是换了一个造型 他们依然拥有不受反击 我不禁感到非常的好奇 如果五代保留蛇妖这个兵种的话 它的造型会是什么样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比这个狮子看上去顺眼一点 七级兵是巨人 他真的很巨 看到这个造型 我的脑海当中闪现过一句话 Do you like when you see 三代的巨人 由于是二帝的 你看不出他多么大 到了五代里面 他真的是非常的高 他们的攻击动作 也是懒得用拳头 直接用脚踹 接下来是五代 真正意义上的原创种族 他就是堡垒 也就是矮人族 这个种族的兵种造型 你看上去就知道非常的肉 并且矮人族的肉度 是超乎你的想象 但是与之相对的 就是他们的飞行兵数量很少 只有一个六级兵 而且还是传送 这个派系我不大喜欢用 主要是他们的符文魔法 实在是太麻烦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 和矮人族一样的 还有这个森林的抽敌系统 也是相当的麻烦 这样肯定可以提升游戏的趣味性 但是对于一些新手而言 这就是极高的上手门槛 矮人族里面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熊骑兵 他其实还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四级兵 甚至在颜值方面 他也是远远的甩开了四级兵战狂一条街 你看看你哪里像个四级兵呀 这里不排除某些大神 某些高手能开发出一些战术 但是这个兵种对于一个新手而言 它是真的不好用 不好用不要紧 产量高就行 这个战狂其实还是有点用的 最起码它是牧原城最喜欢的敌人 接着是矮人族的法师 符文祭司 矮人族就是这样 除了他们的四级兵 普遍都很肉 六级兵是领主 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兵种 造型方面确实是非常像一个领主 有一个首领的感觉 最后是矮人族的七级兵 西红柿炒蛋龙 抛开颜值不谈 战斗力确实是不错 它的第一种升级是 海带加西红柿炒蛋龙 这个龙和三代的水晶龙一样 它们是不会飞的 然后是木耳加西红柿炒蛋龙 原谅我不厚道的比喻 它实在是太像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了 最后是我最喜欢的五代派系 据典 地精或者大二怪 你也可以叫做黄叔 这个群体在四代是顶峰 到了五代就一蹶不振了 它们的战斗力只能靠数量堆起来 不过呢 卖的也是真的便宜 二级兵是半人马 玩过三代的朋友可能会有点疑惑 它怎么成了一个远程兵呢 实际上三代才是个例 因为呢 除了三代之外 所有的半人马都会远程攻击 这个兵种我非常喜欢 但是呢 作为一个二级兵 还是有点趋才 你当一个三级兵不好吗 三级兵是斗士 它卖的很便宜 产量也不少 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出此之外了 你要是怕它死得太快 建议升级持顿版本 不得不说 升了级之后还是有一点逼格的 来了来了啊 这就是我五代最喜欢的兵种 这么说 是不是显得我的审美有点奇怪呀 我觉得这个萨满长得是真不错呀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种强壮和野性的美感 升了级之后呢 它的颜值略有下降 所以说呢 我一般玩的时候能不升级 我就不给它升级 前阵子我玩博德之门的时候 卡拉克直接唤醒了我一段乘风的记忆 我还纳闷 为什么我一看到它 我就比较喜欢它的人设呢 哦 原来是有前车之剑呀 和天灵之女萨满不同的是 这个地灵之女 颜值就没有什么好吹的了 然后是他们的五级兵屠杀者 看这个体型像是一个食人魔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强壮的兽人 五代的兽人可以说是武德爆棚 和三代的那个还是有一点小区别 那么有没有一个兵种在三代广兽好评 到了五代就沦为一个弯纳肺呢 答案只有一个 它就是双毒肺龙 也就是三代的鸭子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还在纳闷 它的这个双毒肺龙 是如何享受到兽人血统加成的呢 结果也是不出意外 它压根就没有加成 你说你和魔兽一样 上面站着一个兽人武士 你同时享受一下它不香吗 七级兵是独眼 在五代的独眼爆发力可以和三代的比萌相媲美 拿着一个大棒疯狂输出的同时 它也没有忘记它的本职工作远程攻击 只不过这个条件比较苛刻 它只能扔身边的黄叔 并且它们的远程攻击也是有一定的损耗 据点我玩的多 所以说讲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你像分林学院地狱矮人这种 我玩的不多 所以说也讲不出什么道道 这期视频做完如果粉丝超过十万 我就开始着手更新五代的派系介绍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